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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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小弟这么说 我们当中很多同龄会想说 传道你太高举我们 我读了启示录读了二三十遍还是不懂 每个人懂的程度跟进程时间表都不一样 没关系 即使我们发觉启示录后来有些部分 可能到小弟离世为止 我们还是不懂 因为神的实话还没有满足 可是就一二三章来讲 那个是一定要懂的 即使从第四章之后一直到结束 主耶稣所讲的新天新地降临 这当中发生了很多事情 不管是由世界的角度 由政局的角度 由局势的角度 或由教会内部来解析的进入 现在从四章到二十几章 有这几种看法 一个是当初我们黄以丽莎长老 一直到杨约翰长老 一直到后来的成文道长老 他们是一个系统的 所以黄以丽莎长老是我们教会的前辈 说世界名著就是世人所高举的那一些 所以那一本黄以丽莎长老 由下来的启示录的研究 其实是世界级的著作 为什么 如果大家知道当初我们教会的前辈黄长老 怎么去写出那一本的 他不只是祷告 不只是凭感动 不只在灵力 他其实很用心地把当时几十年前 当时世界上所有有关启示录的注释书 全部拿来查考过一遍 去无存经 合乎我们在圣灵里面领受道理的部分 他在把它整理整合 出来的一本研究 那本书可以说是权威 可是黄以丽莎长老那本书 然后后来他也在讲解启示录 后来有一个人 一直被安排当作他的翻译 这是我们屏東这边很熟的杨约翰长老 执事一开始执事 被安排当作他的翻译 那时候的翻译跟现在翻译不一样 那现在的翻译比起 那个时候可轻松 即使遇到像小弟这种的 有些难翻 因为我讲话有些快 那时候是黄以丽莎长老 在讲台上讲起 他们那时候的翻译风轨是这样子 我先讲 讲了五六七分钟以后 好 翻译讲 然后我开始喝茶 所以那个翻译啊 不只要会翻啊 不只要信达雅 你们有没有受过翻译训练啊 在校尾那一部应该多多少少有嘛 不只要信达雅 记忆力要强 笔记也要强啊 所以当主讲者在讲的时候 他就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 不能中断啊 中断你是干扰我讲道啊 我就讲讲讲讲 黃毅力少長老也講他那個系統 他所查考出來的結果 那後來 當楊長老年事已高 那神學院裡面要找一個講師 來講啟示錄 那就找那一個嘛 最年輕開始當傳道 又當了很久的傳道的 陳道長老 那時候不是長老 陳直傳道 所以來接續他 然後他也把黃長老跟楊長老的東西 繼續承接下來講那一套 好啦 這是一個進入 那我們發現大家如果買那個啟示錄的研究 黃長老裡面講的那個啟示錄 後來從四章開始到二十幾章 那關於將來必要快成的事 大概都是用世界的角度 什麼叫做世界的角度 不是世俗話 就是他會去講說 什麼是紅馬 什麼是白馬 什麼是灰馬 什麼是 那這些馬呢 可能是紅馬 什麼類似就是 那個時候赤化大陸的 這個應該沒關係 那個錄影我得擔心 共產黨 就類似這樣去解釋 所以那個會毀滅世界的 可能是不是當時就是講的 就是類似中子彈原子彈清彈這些東西 因為那個時代可能比我們對這種東西更緊張 局勢更緊張 這就是用世界局勢以及政局的分佈跟發展的進入 再看四章的二十幾章 有沒有錯 看起來也沒有錯 除非到終局一切都明朗 有一天 時候滿足的時候 我告訴你 我們現在難解的這些部分 包括就約的但以理書 所以但以理書其實是就約的啟示錄 撒迦利亞書也有很多預言的部分 一直到新約最後一卷的啟示錄 我們現在在怎麼難解 時候滿足的時候 當我們跟主耶穌面對面的時候 一切都是會知道 都會很清楚 可是現在我們在世界上 就是看不清楚 這沒有辦法 那現在我們教會裡面 也有另外一個進入 在研究這個啟示錄 把四章 一到二十幾章 不是用世界的局勢 政體的這些分佈跟發展來解釋的 他們沒有互相矛盾 不會互相否認 所以一個是那一套的 OK 那另外一套呢 認為說啊 四章以後講的 這一些好像在世界上發生的 這些很奇妙 而且我們覺得 有點恐怖 或者是很難理解的東西 他講的其實是 神的教會內部的狀況 那是一個完全不一樣的路徑啊 一個進入在思考 四章到二十幾章啟示錄的部分 所以他們認為說 這一部分 這個也是我們教會內部的 前輩在研究的 比如說我們現在的 在聯種的柯文雄傳道 還有我們的王明昌傳道 所以這方面研究就滿深入啦 他可能會講到這一部分 兩方面都講 所以小弟簡單講一下啦 因為我們這次聖經講 其實也不是講從第四章以後 那大家比較難解的 其實是第四章 話題再拉回來 我們現在講的一二三章 第一章看起來好像很多不太好解的 可是經過前面兩節課 已經三個小時啦 大家這樣子不曉得有沒有更清楚 看起來很難解的 其實就是整本聖經在講的 就是耶穌基督的那個道 還有關於他的眾夫人跟選民 應該會更清楚啦 我一定說有夠慢的啊 我已經講有夠慢的慢啦 就是希望大家能夠清楚一點 寧願慢一點大家更清楚 我講得快也沒什麼特別的意義啦 好那我們繼續接續下去啦 所以一二三章應當是我們要相當清楚跟掌握的 昨天有講說 這是我們末世聖徒信仰生活的指南書 特別是啟示錄 不只整卷 尤其是一二三章 這是清楚把握的 所以這個在靈裡面這件事情 今天我們經驗書教會我們在座弟兄姊妹 我們應當是最能夠掌握跟理解的 不管你覺得自己掌握度是怎麼樣 但是你要知道自己已經被賦予這個身份啦 神是向誰揭開了 這一個在萬古之前隱藏的奧秘呢 好其他經文講的 這個在萬古之前隱藏不會的奧秘 這第一階段 現在已經揭開啦 現在是第三階段 third stage 第三階段 我們在這第三階段裡面 從主耶穌在主耶穌來為止 一直到第七之號吹响為止 就是第三階段 所以四個時期 那我們在第三階段 我們就被賦予了一個很重要的任務 就是要掌握耶穌基督所有的奧秘跟內容 每一個號稱基督徒都應該要掌握的 所以奧秘不是我們拿來開玩笑說 都是人家聽不懂的話 不是這個樣子的 那我們繼續下去 我們要講到啟示錄的體材 我們說啟示錄的體材 它是一封信 也是啟示 也是預言 啟示就是揭開 然後啟示錄它不是啟示文學 也不是比喻 也不是一所預言的預言 好 那我們接下來要考量的是 那啟示錄的主題 題材 題材 我們已經談了 那它的內容的主要的方向 重點 也就是主題是什麼呢 簡單來講 就是在講 主耶穌在靈的故事始末 一句話 主耶穌在靈的故事始末 那這主耶穌在靈的故事 又分成四個部分 主耶穌在靈的始末 又分成四個部分 整個啟示 哪四個部分 第一部分 主在靈前的征兆 主在靈前的征兆 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 就是主的兒女 或者說主的選民 面對在靈時當準備的 第一個是 主耶穌在靈的征兆 第二個是 這些屬神的選民族的兒女 面臨主耶穌在靈 應當準備的 好 這是第二點 第三點 主在靈時的情況 會發生什麼事情 就是情況 第四點 主在靈後的結局 所以從第一個征兆 第二個 我們這些屬基督的 當準備的 第三個 哪個時候的情況是怎麼樣 包括現在已經在經歷當中了 第四個 之後的結局如何 好 這四個點 就是構成主耶穌 在靈故事的始末 那再用另外一句話來講呢 也就是要我們 更認識主耶穌 與主耶穌的國度 就是這樣子嘛 更認識主耶穌 與主耶穌的國度 怎麼說更認識主耶穌呢 大家在讀起事物 不用小弟來講這一句的時候 你有沒有覺得 之前你在四福音書 你面對主耶穌的形象 在啟示錄裡面幾乎都翻轉啦 有沒有這種感受 你四福音書 感受到的主耶穌是怎麼樣的主 慈愛 少數幾個幾點 大部分你前面包括新約的經卷 講的都是主耶穌這一些喔 可是一經的起事物啊 在講到在耶穌基督的形象的時候 哇那完全是不一樣的角度 同一個主喔 同一個主喔 同一個主 同一個神喔 在這裡是公益 審判 可怕 可不的 大而可畏 就約就是四個字啊 就約就是四個字完全顯現在新約的起事物 哪四個字 大而可畏 還記得這四個字嗎 大而可畏 什麼叫可畏 可畏不是可敬畏的意思 沒有敬啊 可畏就是 那個新約希臘文沒有尊敬的意思 因為新約希臘文的尊敬跟害怕 是完完全全不一樣的字 我們中文把它合在一起是不對的 因為新約希臘文講到敬畏 完全只有一個字叫做害怕 神是讓你害怕的啊 那今天為什麼我們發覺有些教派的朋友們 很可惜啊 我們也是尊重他們 很可惜 為什麼信到後來 很多我們從聖經裡面領受主耶穌的吩咐跟話語 他們漸漸輕忽了 他們去改變 那為什麼這樣子 這就是 我別人說了一句話啦 我們講這個有點刺激 叫個禁廟齊神 聽過嗎 因為你們 禁廟齊神啦 就是說 奇怪耶 那個廟在那個村莊裡面啊 然後反而從外地來啊 要讓那個廟裡面進香 跟朝拜那個神明的 還都還沒有進到那個廟前面 光是在村莊外面三里路 他就跪下來 三拜九寇啊 沿途這樣子一直拜進去啊 你們看過那個其他宗教的朋友 他們信的進不進錢啊 包括那個戰船佛教有沒有 要到那個三格里拉去啊 你看那多遠啊 一百里路之外就是 不是用走的耶 不是騎在驢上面耶 是沿路一直跪一直拜 一直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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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幾天幾夜一直跪過去耶 我們今天到屏東教會來 有這樣子嗎 從家家裡面一直跪一直拜 一直跪一直拜 一直跪一直拜 我看你這前兩天 前兩天的聚會都還沒參加 你還沒跪到這裡啊 所以你看這些 我們其他宗教的朋友們 他們那種信仰的精神 說實在的是值得我們敬佩啊 很多我們基督徒 是遠遠這種敬佩的精神 遠遠不如他們 我就老實說 連我自己也一樣 我就認識有那個一貫道的朋友啊 他在那個夜市裡面 夜市裡面喔 就常常去擺攤子 然後他樓上自己弄了一個 一貫道的一個 等於是修行場 那時候因為我跟他接觸 我也想邀請他到我們教會來 他跟我比敬錢耶 你知道嗎 他每天晚上出去夜市擺攤子 然後他回來睡覺 然後早上備貨之後 他整個下午五個小時 都在修行場裡面打坐 默想禱告啊 請問在座你們哪一個人 每天禱告五個小時的 他信一貫道耶 講都講不完啦 好 村莊裡面有一座廟宇 外那些廟宇的信徒 都還沒有靠近村莊 從別的地方知道 這個地方很靈驗 靠近村莊都還沒進去 就開始從村莊外面 下雨下麻 下到自己的家弄工具 開始三櫃九寇X扣進去 反而我問你們 那住在村莊裡面 廟宇旁邊那些人呢 沒有啦 哪有三百九寇 對啊 五瓶兩隻 我們在那開工 又在那裏 放油就都有啦 他住在廟旁邊啊 我舉這個例 是比較 對照比較顯明一點 大家聽得懂嗎 這個就是所謂的 敬廟七神啊 因為你離廟太近啊 整天生活在那裡 見怪不怪啦 那個敬虔之心 敬畏之心 比較從那個離神更遠 離廟更遠的那些人來講 就有差啦 好那今天我們不要講這一些 其他宗教的朋友 我們來想我們自己 我們每天到教會裡面 我們每天讀聖經 我們每天禱告 我們對神是什麼態度 就常常啦 有時候反而是不怕神啦 尤其是我們從小 接受的宗教教育 我特別 跟這一次編撰整個 教材的這些 一百多位的同工 都是教員啦 我們中一 我們今天書教會 有一次某一兩間 地方教會邀請小弟去 宗教教會專題 我講到今天 我們中道教育的問題之一就是 恐怕我們教出來的 下一代是不怕神的下一代 因為我們從小 所有的主題 怕他們不認識神 怕他們不親近神 都是告訴耶穌愛你 你愛耶穌 就是這樣子 愛來愛去 愛來愛去 從來歸家 他說你要怕耶穌 怕他要死 所以當有一天那個 誘惑一來啊 就是我們在每 師唱的那個生死界限 一來的時候 誘惑一強 我的內心就突然 有一種想法 什麼想法 我受不了了 我踏過這個界限 主耶穌愛我 他一定會原諒我 所以他就踏過去啦 大家懂我在講什麼嗎 我們一直要強調耶穌愛你 你愛耶穌 你要親近神 神也必親近你 沒有錯都是聖經堅穩 可是另外很多地方 包括舊約新約 都在教我們什麼 新約更多啊 你要 我講的 翻譯翻成堅位 原文只有怕沒有堅 連主耶穌都這樣講啊 說唯有 唯有 一位 你要怕他 還記得主耶穌講什麼嗎 我們不要翻啦 就是 主耶穌怎麼講的 他說那個殺身體的 你不要怕他 只有一位你要怕他 就是能夠把你的 生命丟在地獄里的那一位 主耶穌不是叫我們去 親近天父子愛他 主耶穌自己都講 正要怕他 怕 所以基督徒啊 就這樣 可是有時候我們那個觀念就是什麼樣 我如果怕他 我怎麼會愛他 我如果很愛他 我怎麼會怕他 這個各位可能 姐妹比較無法體會 我不曉得弟兄能不能體會啦 我相信我們有些弟兄 跟小弟一樣會體會啊 就是齁 我們很愛我們的太太 我們也很怕我們的太太啊 我們怕不是因為 不是因為 怕他教訓我們回去跪算盤啊 欸你今天平衡家為什麼那麼回來 去跪一半小時再回來 不是啊 我們怕是怕他傷心 怕他難過 怕他生命當中沒有喜樂 這樣可以嗎 我們愛他也怕 愛跟怕怎麼不能同時存在啊 我再講一個我自己 實在的例子啊 以前就有說 我們這件書教會不要一直強調這種 那麼嚴肅嚴厲 的話題 都已經來目到的人有夠少啦 你還叫他要怕神 應該讓他親近神啊 這樣講也沒有錯啦 但是聖經那麼多地方教導 我們這樣去敬畏神 你居然在敬畏神的時候啊 你才能夠做出約瑟的那種決定啊 創世紀的約瑟大家有印象嗎 當他的祖母在誘惑他的時候 你看約瑟心中想的是什麼 他是想說神愛我我不能做嗎 不是他是怕自己得罪神 死無葬身之地啊 所以這就是正確的態度啊 你你既想到神的愛跟恩典 你也不要忘記那聖結可謂 執行最後審判的神 這是他的神性喔 他的聖結却容不下任何誤會的 所以人非聖結 人非聖結不能見主面 不是嗎 希伯萊書這樣講的啊 希伯萊書還講了一句話啊 叫做 所以神是可怕的啊 好 我們也就另外的經文有的是 我們不要欠罵神啊 好那我們再拉回來啦 所以 認識主耶穌 啟示錄讓我們更完整的去認識 這一個主耶穌 因為這是他在領的狀況 即使在這啟示錄當中 對主耶穌描寫的形象 是那麼可不可畏 跟前面給我們留給我們的形象 好像大相徑庭就是不一樣 其實他是可以融合的 他是可以融合的 好 那講這些的目的是什麼呢 啟示錄這一卷 我們知道他講的是主耶穌 在領故事的始末 那講這些的目的 就是要我們這些神的徒必 跟基督的兒女 加緊做好信心與心理上的準備 好就是這樣子 啟示錄留給我們 就是要我們做好準備 這四個字不要忘掉 做好準備 面對不知何時 但是必會來的這一個時刻 因為啟示錄裡面告訴我們一件事情 不是只有叫我們做好準備 啟示錄還不斷地告訴我們 做好準備的人是有福的 是有福的 好所以當我們讀到啟示錄 慢慢讀通啊 知道啟示錄是要我們做好準備 啟示錄很多經文就告訴我們是有福的 等一下我們再來看 我們就想到馬太福里裡面主耶穌講的那個意思啊 十個同女 有沒有印象 五個就是沒有做好準備啦 所以最後在外面哀哭切齒啊 所以啟示錄留給我們 就是希望我們都成為那五個 最後能夠進家族門內一起享樂的同女 簡單講就是這樣子啊 這是呼應主耶穌自己講的 就是將來末日的比喻 天國的比喻 是十個同女 好那我們繼續再想 主耶穌把啟示錄留給我們 是因為愛我們 要我們成為有福的人 所以貫穿整個啟示錄真正的主旨 請記住 不管你讀起來感受如何 啟示錄不是要讓我們覺得恐怖的 啟示錄也不是要讓我們覺得很新奇有趣的 啟示錄也不是讓我們來意測跟計算末日何時到來用的 這三個不是要記得喔 不是要讓我們覺得恐怖 也不是要讓我們覺得新奇有趣 也不是要讓我們去計算末日什麼時候才會來臨 如果你往這三個方向那就錯啦 沒有讀通 那通常沒有真理勝利的人 就有時候就這樣子啦 那為什麼呢 來我們來看馬太福音二十四章二十三節 請看馬太福音二十四章二十三節 二十四章二十三節 中文和二本三十五頁 那時若有人對你們說基督在這裡或說基督在那裡 你們不要信他們 尤其到越接近末時的時候 這種風聲會越來越多 之前已經有啦 之前已經有啦 像那個之前在內地 東方閃電 現在改名叫做全能神教會 哇他們不只是有說基督來了 還說是女基督啊 哇那很多人附和啊 尤其現在女權至上的一個 世上的氛圍啦 不只啦 其實不只這個教派啊 就連我們自己教會內部 都曾經發生過這樣子 我們聖職員的家屬啊 有特別的感動 說耶穌什麼時候要來啦 這種迷惑 這種攻擊 隨時都會發動 記得主耶穌的話 不要信 如果有人說基督在這裡 基督在那裡 不要信 為什麼不要信 因為是有人說嘛 那到時候 什麼時候你才信 你親眼會看到 而且你心中有啟示錄 你一對照就知道 我親眼看到的是真的 就是這樣子 而且照馬太福音 主耶穌的啟示 到時候主耶穌在臉的時候 那種看見啊 不會好像太陽升起一樣 因為地球是圓的 所以還有時間差 那種看見是靈里的看見 只有在 In Spirit 在靈里 神特別顯見出榮耀 一下子 甚至不是地球 甚至整個宇宙的人 都在同一個時間點 全部看見 所以那個就跟地理 物理沒有關係啦 這樣能夠理解嗎 因為主耶穌講的就是 那時候好像閃電一樣 它是一個比喻啦 那個閃電就是一個比喻啦 就是怎麼樣 主耶穌一顯現啦 不會有美國的人 我告訴你齁 在12個小時之後 你會看見主耶穌在臉啦 因為地球是圓的啦 不好的事情啦 不管你是在地球上 是在月球上 還是那個所有人已經到太空裡 到太陽系之外 不管你在宇宙的哪一個角落 就在主耶穌在臉那一刻 全部的人都會看見 怎麼達成的我不知道 因為連光速都做不到 知道嗎 我們不是在計算 請問光年是時間單位 還是距離單位 距離啊 用光速跑都要跑地球上一年的時間 你看有多少地方 幾兆幾億光年 我們再花一萬個輩子都到不了的地方 我告訴你 到時候全部都看得見 那已經是超越 時間空間物理的概念啦 好 所以這裡不要信 如果是人家講的不要信 好 我們再來看馬太福音24章的35節到36節 35節36節 天地要廢去 我的話卻不能廢去 36節 但那日子那時辰 沒有人知道 連天上的死者也不知道 子也不知道 唯獨父知道 阿門 所以那個時刻什麼時刻 就是啟示錄發生那些事的那個時刻 就是啟示錄四章以後發生 最後 最後征仗完成 主耶穌要來的那個時刻 那個沒有人知道 好 其實有另外一個主題啦 小弟也查考過 也當作專題講過 就是 新約聖經裡面的 末世 末日 跟末時 你們 因為這個不是我們現在要分享的範圍 我簡單就把結論交給你們啦 所以我不要把武功密集給你們啦 我幫你們拉過來直接打通任徒二邁就好啦 新約聖經裡面你們查 有末世 有末日 有末時 這三個定義是不一樣的喔 我們可能讀起來都覺得 應該是一樣 什麼叫末世 我簡單講結論啦 從主耶穌再臨為止 一直到我們天地被結束的那一點 叫做末世 它是一個最長的期間 哇賽 從主耶穌再臨時候就已經開始啦 我們現在就在這個末世當中 因為很多經文指向說 主耶穌來的就是末世的開始 我們已經兩千年啦 還在延續什麼時候結束 不曉得 就是末世喔 我們在末世了喔 神定義的末世 那末日呢 末日就是 在這個末世裡面 最後的那一個日子 叫做末日 好 那末時呢 你們查 這個都是新約裡面的字眼啦 末時就是 那末日裡面 最後的那幾分鐘 就是那一刻 或那一點 簡單講就是你英文看 不是英文啊 電影看完之後 有那個英文叫做兩個字 叫做the end 原文就是the end 它把它翻成末 末時 所以從這個時間亮度的長短來看 哪個最長 哇塞 末世 再來這個末世裡面 最後那個日子 主耶穌就說 那個日子你不曉得啊 那個日子你不曉得啊 誰告訴你 你也不要信啊 最後的那一個日子 然後那個日子裡面 最後的那一個時間點 最後的那一個時間點 the end 那個就叫做末時 那我請問各位 我們知不知道 我們 何時 我們知不知道 何時是末世 知道啊 因為現在我們讀到 馬太福音25章3536 告訴我們 那日子不知道 末世一定要知道 因為整個新約聖經都會講 這個 耶穌降生開始 就是末世的開始了 我們已經是末世裡的人了 這個觀念要清楚 可是 那最後的那一個日子 什麼時候會到來 甚至那個末時 新約希腊文是一個專門的字 totelos the end 最後 不知道 也 也 絕對不可能 神讓任何人知道 要記住喔 神絕對不可能讓任何人知道 不會讓我們連總總負責知道 不會讓我知道 不會讓那個 每天 禱告20個小時 人知道都不可能 如果他說他知道了 我告訴你 那個你要幫他帶倒啦 蛤 蛤 就是這樣子 我們要相信主耶穌講的 蛤 好繼續啦 蛤 我們繼續來看 那神不是要讓我們這個 起誓來 預測跟計算 末日何時要來 那為什麼不讓我們知道呢 不是四篇九十篇告訴我說 求你讓我知道我 還能夠活多少日子嘛 摩西不是這樣向神祷告的嗎 對啦 神或許會讓你知道活多少日子 但是也不會讓你知道末世什麼樣的 因為你一傳啦 你這個信心堅強的人知道 可能有所注意 你一傳出去那些信心軟弱的人 就亂來啦 就好像我們有一個傳道講的 傳道前輩講的 也是有神絕老師 他說他講起誓錄講到後來有點難過 因為他到國外去講起誓錄講完之後 隔了一年再去 那個去機長接他的弟兄 換了一台好豪華的車啊 我一開始在神學院聽他做的見證 我想說那多豪華 我想成老師來師 後來也不是啦 隔了十幾年之後他又見證我才知道 那個車子的品牌 不要講了啦 哇他坐在車上就講說 哇你發達啦 還是工作上面拿到什麼bonus獎金 怎麼買這麼好的車啊 那也要好幾百萬啊 那個弟兄說 傳道 就要謝謝你啊 蛤 謝謝我 我的獎道能給你什麼好處嗎 他說謝謝你啊 你上次來講跟我們講起誓 就說主耶穌即將再臨啦 那當然是不知道什麼時候知道 而且進啊 天國進了嘛 有沒有 主耶穌喊的啊 所以我很感動 後來我想一想 想了幾個月我想通了 所以我趕快去簽這一部好車子 那為什麼你想通通要欠跑車子 那這樣子主耶穌再臨的時候 剩下貸款我就不用還啦 欸你們以為是笑話啊 這是真的耶 齁 團隊堅固一個人跳車你知道嗎 你這個傻瓜啊 我講這喜序就是這個意思嗎 所以我現在講這個意思 你們不要這樣子啊 你不要說 欸 聽聽了有感動啊 好 等來又記得了 感動那樣大股 小孩給他銀行貸款 那你名字最好說 我賺四位了對不對 那你名字 不是 就告訴你 不讓你知道什麼時候來 不是你去亂搞 而是每一天要活得很踏實 這樣知道嗎 活得像現在 要不要每一天 當到最後一天 哇你在地面上欠人家一堆債 主耶穌不打你屁股啊 有沒有 我們聖經裡面是這樣 叫我們去欠人家債的嗎 所以每一天要活得很踏實 因為 就怕有些人 有些人知道什麼 剩下多少日子才會努力 可是有另外一些人就很奇怪 他知道剩下多少日子之後 他不會去努力耶 他就糜爛啦 你像不相信 他就放縱啦 所以我想主耶穌也是有好意的 他不讓我們知道 他也是為了保護我們所有的人 然後希望我們找出正確的信心之道 每天都活得像最後一天 活得很踏實 正在嫁娶吃喝的時候 他就來啦 所以都會嫁娶 你敢知道嫁娶不是小事情 人生大事啊 為何要嫁為何要娶 那不知道要準備多久呢 尤其是以色列人啊 那不是短短幾個月的事情 不像我們現在結婚很快啊 看好了手指戴上 不是手指戴上啦 搞不好兩三個月就成婚啦 那以色列人 你看那以色列人的风俗 那又是一两篇道理 我曾讲过以色列人的婚礼 对于我们属灵的意义 为什么主耶稣讲那些比喻 通常他们从订婚完成 到有真实的名分 一直到去迎娶 通常要至少半年到一年以上 因为要做一件事情 等于起床 身为丈夫的要把将来的新居全部建好 在自己或者是家族或者邻居的帮助 建好之后还不能打手机电话 以前也没有手机电话跟LINE 故意不让新娘知道 然后被好大队去迎娶 所以你们才会读到那么多比喻 为什么突然就迎娶了队伍来 有没有发现 然后新娘要做什么呢 新娘打从订婚 所以以色列人的订结婚礼 跟华人的观念不一样 以色列人的订婚礼 就是名分已定 你就是属于那一个 还没有真正夫妻知识的人的配偶 名分已定 金戒指象征在神面前的信心 跟永恒不变的 一带上去订婚礼完成之后就分开 然后男帮回去准备新居 能力好的可能准备个半年 几个十个月就好了 能力不好的搞不好要准备个一年 一年半 新居准备好之后 带着给对方惊喜的心情 带着迎娶的队伍去迎娶新娘 那你以为新娘可以每天在家里面试干啊 没有 所以你看那个新娘忐忑不安啊 又没有耐可以看 又没有讯息可以接嘛 对不对 他都不晓得我那个啊 我的良人啊 他到底那个新居建好了 没有建的怎么样 可是他既期待又怕受伤害这种心情 每天都没有准备着 我即将成为一个好妻子 在盼望 所以这个对于 为什么主耶稣讲的历史 因为我们教会的生活就像这样子啊 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不是告诉我们吗 主耶稣说 我告诉你们 我去是为了准备住的地方 我如果准备好了 就必再来接你们 卖鞋子的时间没了 还记得吗 所以新郎去准备 然后我们已经戴上金戒指了哦 弟兄姊妹 你们知道你们已经戴上 属灵的金戒指了吗 你们在名分上已经属于这个良人啊 绝对不能有其他第三者 那个金戒指是什么 那个金戒指就是有价值值啊 记得啊 加拉太书一张告诉我们 那个是什么 语福所书 圣灵啊 圣灵就是神 你的定情物 定下名分的 这样知道吗 所以神把圣灵赐给你啦 就是给你戴上永远属灵的戒指 你就是属神啦 你将来可以靠着这个身体的圣灵 跟耶稣说 你是我的良人 我是属你的 你的一切就是我的 在美国这个离婚室 对财产一半 我们不可能离婚嘛 对不对 天国里面的都是我们的 主耶稣就是借着以色列人的婚姻 在讲这种道理哦 以色列人一听就懂 因为跟我们华人的婚宴观 我们定婚跟结婚的意义不太一样 有时候他现在搞在一起 以色列人是不可能这样子的 他们现在怎么样 我们不晓得啦 因为现在的以色列已经跟两千年前不一样了嘛 可是两千年前之前的以色列人 希伯来人就是这样在进行他们的婚姻 好 那我们呢 神就是让我们做好准备 因为我们的良人已经跟我们订婚完成了 所以当我们洗礼完领受真理的圣灵 就是灵里面订婚已经完成了 这概念要有 我们现在在等的是什么 等的就是快乐的婚宴 新郎再来把我们接回去的那一刻而已 就是这种观念啊 好 那我们刚才讲过 启示录讲到我们要做好准备 这个做好准备神是有应许的 启示录里面的做好准备神是有应许的 怎么应许有七节都跟福有关啊 因为这些都是我们要准备的内容 我们简单来看 请看第一章第三节 启示录一章三节 念这书上预言的 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 都是有福的 因为日其境啊 好 我们导庄来看啊 启示录一章三节 最后讲 这几个字 因为日其境啊 先告诉你 因为日其境 所以你要什么 你要准备 要怎么准备 准备的第一项就是 念这书上预言 或者 你没有念 你是听见又遵守的 就是第一个要准备的 动作这样知道吗 念 所以我们现在在念啊 有没有 我们这三天 还有接下来 三节聚会 就是要念 不管你懂不懂 你要念 然后听见了 懂的部分 你要遵守 有福的 注意这有福的 都是有福的 这是启示录的第一福 我们再来看 请看十四章十三节 启示录十四章十三节 这又是另外一个题目 叫做启示录里面的五福或七福 启示录十四章十三节 我看哦 我听见从天上有声明说 你要写下 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 有福啦 圣明说是的 他们习了自己的劳苦 做工的果效 随着他们的阿们 所以这是第二个要准备的 准备什么 假如在我们活着的时候 主耶稣还没来 你卖切心 不要灰心丧志 因为这里告诉你 你做好准备 做到你死这个肉体 归土的那一天 你也不要灰心丧志 因为告诉你 你有福啦 做工的果效随着你 因为接下来后面会讲 你会复活的 所以神都预备好了哦 先安打咱的心 你要遵守 遵守到就算你说 啊 啊 团队啊 我刚在世间 又穿多少日子 是要等到当时 不用怕 不用怕 就算你断气 心跳停止的那一天 你要怀着盼望 带着微笑 含笑而终啊 这样理解吗 因为这里就告诉你啦 有福啊 在主里而死 这是肉体的死 不是灵魂的死 我们继续来看第三节 请看十六章十五节 启示录十六章十五节 看啊 我来像贼一样 那请醒看守衣服 免得赤身而行 叫人见他修持的有福啦 阿们 这里告诉我们 第三种名单准备的是什么 就是请醒看守衣服 免得赤身 那这个衣服是什么呢 衣服 其实在启示录里面 就直接解释那个衣服 来我们看后面 十九章的第八节 八节九节 我们先看第八节 第八节就是要解释 刚才我们所读的十六章十五节 就我们看十九章十九章第八节 就蒙恩得穿光白 光明洁白的细麻衣 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 好了 直接已经解释 在同一卷里面就解出来啦 前面说第三种要准备的就是 警醒看守衣服 免得赤身 对不对 阿那个衣服是什么衣服呢 不是我们现在穿的这个衣服啊 不管价值高低都不是啊 这个衣服就是十九章八节所讲的 就是圣徒所行的义 这个义还不是他自己认为好的 而是他行出来 那神眼中看为好的 神认为好的那一部分 这是属灵的义 要警醒看守好 所以我们要想我们做好这个准备吗 我现在日常所行的 或过去到目前为止 我有准备好这属灵的义吗 我有警醒有看守好吗 凡是主耶稣认为好的 凡是神认为是好的 我有认真去做吗 这是第三个要准备的哦 好第四个准备 我们接下来看十九章的第九节 天使吩咐我说 你要写上凡被请妇高阳之婚宴的 有福乐 又对我说这是神真实的话 所以第四个要准备的是什么 其实这第四个准备不是我们准备的 而是神主动的 就是邀请我们参加婚宴 有没有注意第九节 那我们要做的是什么 就是接受邀请 好亲爱的弟兄姐妹 跟我们在座的好朋友 你就是已经 现在已经符合这第四个预备有福的了 因为你现在坐在这里 就是已经被邀请了 不管你有没有接受洗礼 不管你还有没有领受圣灵 你现在坐在这里 甚至线上的好朋友 你听到这些讯息 你就是这个经节里面有福的啦 因为你听到这个信息 你听到的信息就像是一张请帖 请什么帖 想邀请你来进入永生 成为神国度的子民 这些讯息就是这样子 可是我们都已经被邀请赴宴了 对不对 大家不要忘了 在四福音书主耶稣有讲的例子 有没有那个被邀请赴宴之后 后来被赶出来的 有记得那个比喻吗 有 有没有 本来那个家族是要叫谁来参加婚宴的 是那些本来他预定好的名单 只是去叫那个那个无人 去叫那个那个有理由 去叫那个那个 后来我那个家族气到啦 你们知道吗 你们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接受我这个王的婚宴啦 结果你们现在在忙自己 做自己眼中有价值的事情 这就是世间人嘛 他一气到就叫他的仆人说 去把路上那些 看到乞丐什么的全部都拉进来 那就是我赖苍义啊 我本来就是那路上乞丐的 也没有资格的 我突然就被仆人拉进来啦 拉进来做好之后 王婚宴开始时间出来看啦 人坐满了吗 坐得舒服吗 你们好啊 谢谢你们来参加啊 突然看见这个做婚宴的 有一些衣服准备的好好的 有没有 至少他被邀请来了 他自己还懂得先整理一下 有些人呢 来就来 不是怎么 什么事情 清清拆菜 那个王又生气啦 把这个人护嘴 哇 好不容易被邀请进来的 又被赶出去 失去机会啦 所以这个在应验什么 这个就是在讲启示录 这个就是在讲罗马书里面 十一章所讲的耶 罗马书十一章在讲什么 罗马书十一章 使徒保罗在警告我们 这些已经信主的 说什么 我们不要自得欲满啦 因为今天是基督徒啦 好像蒙拯救啦 就以为一定会得救 罗马书十一章说 你不要这样想 神都能把原来亚伯拉恩 只说那些肉体的以色列人 把他们剁下来啦 还记得吗 神也能够 把你剁下来 这在讲我们基督徒啊 不要相信 家伍在五百年前 讲的那一套 现在长老会很多 朋友们相信的那一套 叫做一次得救 永远得救啊 有听过吗 就说你既然被神拣选了 神有意识要拣选你 你无论做什么事情 你都会得救 即使是离婚杀人 放火犯奸淫 这是什么道理 我相信都没有 所以不是以为 我们经验书教会 有五大教义哦 你知道吗 长老会的朋友们不知道而已啊 经验不知道 他们早期五百年前 他们教会的发端 也有五大教义啊 加尔文的五大教义啊 五大教义的英文 头一个字 加尔文五大教义的英文 头一个字 合起来就是一个英文单 这个叫做郁金香 TULIP TULIP 我们不是讲教义史啦 他们也有其中一个教义就是 一次得救 永远得救 所以这个观念衍生出来 就是他们没死罪啦 这样有了解吗 那我问我们 我们今天今天书教会 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根据真理的圣灵 你们要查稿圣经 圣经里面有没有那个 禁戒不该犯的罪 有没有 有没有 有没有那个 上次我们查稿西伯来说 讲说 一旦做了 就把基督重建十字架 再也没有重新拗回的机会 有没有讲那个 再来约翰一二三书 有没有讲到说 有不至于死的罪 至于那当死的罪 有没有讲到这个 为什么他们都看不到呢 为什么那么圣经 读了两百遍 五百遍 一千遍 就是看不到这些新闻呢 各位 不是他们的智慧比我们低 一句话 没有真理的圣灵 就是这么简单 今天我们看得懂圣经 不是因为我们比他们聪明 不是我们肉体条件 因为我们外在的学问地位 对比他们好 绝对不是 是因为有什么 有真理的圣灵 不然奇怪 一本圣经 你不管是英文版本 希腊文版本 还是日文版本 还是中文何本 中文什么新义本 都是这本圣经 我们怎么看都看得到这些经文 他们读了一千遍 就是看不到这些经文 看了也没有感觉 差在哪里 差在真理的圣灵 这样大家知道吗 真的我看就是这样 就是插在这里而已 Key 钥匙就在那里而已 我们继续来看 所以那一个我们已经被请赴高仰的婚宴了 为什么小弟讲得这么激昂 不是生气 我们已经被邀请了 你千万不要把那个衣给弄丢 这样理解吗 我讲不要把那个衣给弄丢 我会被赶出去的 我们是希伯来说讲的 近乎得救 不是已经得救了 今天我们受洗灵受圣灵 不是已经得救了 因为连保罗都说 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 自己反倒被弃绝 连保罗都这样讲了 你可以比保罗更厉害 所以我已经得救了 有没有人觉得自己比保罗更厉害的 等一下下去给你敬礼 连保罗自己都觉得恐怕我自己被弃绝 有没有 请问他有没有受洗 请问他有没有圣灵 有没有 他讲这句话的时候有没有 因为末日的审判还没来 好我们继续往下看 我们请看二十章第六节 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 圣洁了 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 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 并要与基督一同做王一千年 阿们 这里告诉我们的另外一个预备 就是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 这是我们应当预备的 这什么意思 这牵扯到所谓的迁徙年论什么论 我们不用讲那些论来论去的 简单讲 这里讲有头一次复活 然后第二次的死 什么意思 我告诉各位直接讲结论 我们都已经在头 我们都是头一次复活的啦 我们现在就是已经跟基督一同做王啦 那一千年是一个完整的数字 不是一个绝对的数字 不是真的只有只一千年 这样理解吗 它是一个相对的数字 就是在一个审定的期间之内 这个头一次复活的什么意思 各位 我们在接受洗礼的时候 我们就第一次复活啦 这个道理你可以翻回去 我们不翻圣经期间不够 你去翻罗马书第六章怎么讲的 我们既在死的形状上与基督联合 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基督联合 还记得吗 所以我们是与基督同死同活 罗马书第六章我去翻啦 这都讲我们的洗礼啊 不管你是在婴儿的时候 还是成年的时候 你在接受有圣灵血水 同做见证的这个洗礼的时候 奉主耶稣圣灵为你洗礼 洗你一切的罪使你重生 每一次我都这样讲的 一下去上来 就在那半秒钟 一秒钟或两秒钟 我们就复活啦 复活在哪里 肉体没有改变 或许有时候有神的恩经 神经跟恩典 有些人的病突然好啦 有些人突然从海里面 被抬得进去走上来啦 有 但是更多的状况 真正的定义 第一次复活是什么 是我们有一个 已经无罪的灵 被神复活的灵命 永远不会再死的灵命啦 这样知道吗 复活的不是肉体啊 第一次 我们有福啊 跟基督做王啊 我们现在是要做王耶 你知道王的全民 是什么吗 医病赶鬼行神机 所以今天真耶稣教会 百年来 包括到最近 还是有时候 所想的这些神机 医病赶鬼都还在发生 或许你认为 屏隆教会比较少 我不晓得啦 或许有啦 我们各处都还在发生 这个呢 有这种权柄 这是王的权柄耶 哪一个王 这是耶稣基督的权柄 这样知道吗 我们现在不是跟他在做王吗 我们不只要跟他做王 将来到永远的国度里 还要永永远远做王 大家这边前面不要说 传道那我是不是当公主 你高兴就好了 你是当女王啦 王的女性啦 反正都是做王啦 就是以一个 这个象征的意涵来讲而已啦 不是王子跟公主 我们都是王 就是跟神有同样 同等一部分的权柄 所以我们到天国里面 不是当奴隶的 我们是与主同住 成为家人 他是我们的大家长 这样理解吗 我们到天国不是当奴隶的 天国里面有服侍我们的 叫做什么 叫做天使啊 这很多经节在讲 我们继续来看 请看二十二章第七节 二十二章第七节 看哪我必快来 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服了 我们继续看十四节 请看二十二章十四节 那些洗尽自己衣服的有服了 可得权柄能到圣秘书那里 也能从门进城阿们 所以其实二十二章的 第七节跟十四节 可以合并到我们前面所讲的 另外讲过的那几个服有没有 第七节讲的这个服啊 就是遵守的服 可以合并到第一章 第一章的第三节 那一个是同一种服 那接下来诗世纪讲的呢 一一服 看守一一服的服 可以合并到刚才我们所念的 十六章十五节的那个服 跟十九章第八节 所以简单来讲 启示录告诉我们这些有服的 有服的 有服的 就是我们要准备的五大内容 就是这些经节 应当准备的 启示录就是叫我们准备好这一些 然后记得这些事情来加强我们信心 更认识神 更认识神的国度 所以我们请大家一定要记得 这五服 这七种描述 直到我们离世之前 即使 在我们离世 肉体归土的时候 主耶稣还没再临 我跟你保证 他再临的时候 你一定会起来亲眼看得见 因为这是启示录告诉我们的 所以你要含笑而终 不管神是我们几岁 大家能够含笑而终吗 尽量好不好 来追求 不管到时候是躺在医院的病床上 还是已经迷流了 还是在家里面 或者最近听到的几个见证 说起来还蛮有福的 一个传道的妈妈 然后就早上还很有精神打招呼 86岁 然后就 女儿回家 发觉说 这个妈妈照平常 她还炖好一锅鸡汤 要给自己吃 炖好一锅香菇鸡 旁边呢 还有一尾龙虾 好 我先来 我先说 哪吃得好 我哪没 她从两公里拿出一尾龙虾 还做麻油龙虾 然后做好之后 要放凉一点 先去房间里面洗好澡 头还包着头巾 弟兄不会啦 大概姐妹啦 女儿回来 妈妈不是平常都出来打招呼吗 过了十分钟 她没有出来打招呼 然后姐姐叫妹妹进房间 一看 一看妈妈躺在床上 然后一摸没有卖薄膚啦 家人当然在情感上 比较不能够接受 即使她已经86岁啦 因为明明身体要够 这么好这么有精神 还煮一丁鸡汤耶 你的食欲有这么好吗 还加了一尾麻油龙虾 我都永远记得这个食谱 receive 都准备好了 等一下要吃了 突然就这样子 主耶稣接走啦 不过他们感谢主 他们说 其实在这半年 很多很久没有见的亲友 像主耶稣有安排 都跟妈妈见过面 而且妈妈好像知道 那个日子即将接近 已经把所有交代的事 都交代好了 包括说 如果万一的时候 医院不要急救 当然后来就车又来 又把她送到医院 然后呢 医院照理 不管你有沒有同意 她一定要先急救 免得被你告嘛 你懂吗 又变 那个小女儿就说 不要啦 只做了三四分 不要做啦 全家同意就停啦 等于是安然离世 我觉得这种离世方法 其实还蛮不错的 还蛮不错的 改天我准备 大只一点的龙虾 那个香菇鸡 他那蹲大锅一点 你看 就这样子 没有什么害怕 早就准备好 就被主接走了 你知道吗 在末次号筒吹响的时候 他一样要起来 所以我们想到这里啊 我对于 很多生死之事 我觉得我们基督徒 即使有很多 哪里割舍的地方 会有一种 不明的畏惧 跟想念 但是我们还是要想得透彻一点 要优所准备 照理说 照理说我们基督徒 对生死之事 是应该最有准备的一群人 因为我们能够透彻 这是小弟的界限 当然面对人的感情 还有很多未了的心事 我们求主耶稣 联名帮助 是这样子 所以这里我们讲 本卷的主题 包括做好准备 以及这个准备当中 所应许我们的福气 我们要多加思考 好那接下来 启示录一章的12节到16节 在讲什么 我想我先念过一次 可能比较有印象 启示录一章的12节到16节 我转过身来 要看是谁发生与我说话 既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 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 身穿长衣直垂倒脚 胸肩竖着金带 他的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 眼目如同火焰 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 声音如同种水的声音 他右手拿着七星 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 面貌如同烈日放光 阿们 好在短短12节到16节 其实就是在讲 向仁直者 在描述向仁直者 为什么用向这个字呢 怎么不直接说仁直呢 因为那时候 连使徒约翰 看到这个意象 他都不是那么肯定啊 向仁直者 大家想到人子就是在福音书 特别是路加福音对主耶稣的称呼 有没有 以人的角度在称呼 所以使徒约翰说 向仁直者 他感觉 他觉得是耶稣 但是他又没有那么确定 为什么 因为他在世界上所看到的耶稣 就完全不是这个形象啊 这样可以理解吗 这个记载者 他是千年见过耶稣 很爱耶稣 跟过耶稣的 所以他为什么 他明明知道那个仁直者 为什么他这里说像仁直者 因为他这里呈现出来的那个形象 完全不是不像人类 更不是他原来印象当中 那个认识的那一位 所以他只好很谨慎的 加个像 这样可以理解吧 可是到后来 他就越来越清楚 越来越清楚 在灵里面越来越清楚 所以后来就直接讲了 这就是耶稣基督 所以你看哦 这是很谨慎讲出来的话哦 一点都不含糊 没有随随便便讲的 好那 十二节到十六节在讲什么呢 像仁直者的什么形象 我用两个字啊 我们南区也有一间教会叫这个 叫做实权啊 实权形象 这个实权对历史比较熟 想到有一个皇帝叫做 自称实权老人 乾隆啦 那是他家的事 我们不是讲那个啦 就因为这里描写的刚好有十个形象 十个很完全的形象 所以十二节到十六节 就是向仁直者的实权形象 那是使徒约翰 照着他所见的真实的状况 在以他所能描述 因为为什么 那个形象是真实的 一点都不含糊 不是模糊的 可是使徒约翰 见到的那个形象 对使徒约翰的困难在哪里 我看到的东西 我要怎么用 我理解 也让别人理解的话 给他记录下来 这才是难处 这样知道吗 就像你看到我们掉的那个 窗上面的毯子 来请你用一句话描述那个毯子 你信不信 突然现在叫三个弟兄姐妹描述的 可能都不太一样 你看到的就是一模一样的东西啊 可是你描述出来 会有些许的不同 这样能够理解吗 所以 这个不是主耶稣告诉他说 这个形象是这样 这个形象在你要记下来 而是使徒约翰看见 就好像看见那个窗帘 看见很清楚 可是怎么样把它描述出来 就描述成12节到16节这个样子啊 那我们就去议会嘛 我们就去议会嘛 因为其实他在用的这些字眼跟形容词 在很圣经 尤其旧约圣经很多地方也都用到哦 所以这个也不是随便选的一些形容词跟字眼 怎么说呢 我们来看 从12节开始 第一个 这十分之一 第一个在讲什么 就是讲向人之者所显现的场景 场景 那这个场景是什么呢 就是 见七个金灯台 七个金灯台 用这位向人之者 其实指的就是主耶稣 场景就在七个金灯台中间 那我们各位 七个金灯台中间 以前啊 我启示物还没研究那么深啊 直到我读神学院 我都想象有七个灯台 好像七个灯台在一个房间里 我在那边走来走去 有没有 可是当研究透彻了 你会发觉那个七个金灯台 其实是同一个灯台 那说在中间其实就在旁边啊 应该不是站在那个灯上面啊 这是大家想象一下啦 所以他离那个灯很近 这个七个灯台很近 就在他中间 那我们讲过 七个金灯台是什么啊 七教会 就是所有神的教会 就是现在 我们这耶稣教会 就是现在的屏东教会 所以你知道吗 主耶稣现在在这里 在你身边 因为显示出来就是这样 在末世里 主耶稣就在我们旁边 就在我们中间 在我们这些弟兄姐妹当中 也在我们里面 所以你可以说一句话 当你领受了真理的圣灵 你要讲一句话 叫做我在主里 主也在我里 这样了解吗 你是最有资格讲这句话的啊 你不要说 我领受了圣灵 所以还在找耶稣 耶稣不知道在哪里 你领受是什么领啊 你领受的不就是圣灵 圣灵不就是基督的灵 人子的灵吗 神的灵吗 这些描述还记得吧 神的灵 基督的灵 都跟你在一起啦 所以你在主里 主也在灵里面 这是领受圣灵真正的意义 但是主在我们里面 却不像邪灵 想要控制我们的生命 所以人被邪灵影响 以前我讲过不少鬼 那个邪灵一做工 那真的他在讲什么 做什么他都会不知道 最厉害的就是拿手机 开始自己拆了 开始自己留了 上刀山下海 那个除非他是假装的啦 他如果真的 我相信他真的不知道 那邪灵会掌控肉体 圣灵跟邪灵完全不一样 圣灵已经跟我们在一起啦 他也不想掌控我们的肉体 这样知道吗 所以我们会有清楚的意志 我们会知道自己说什么 做什么 甚至呢 还做出那些圣灵不喜悦的事 是因为经文叫做 让圣灵担忧 要理解吗 有些人问我说 传道 为什么我们灵受圣灵呢 既然灵受圣灵 圣灵在我里面呢 我怎么还会说那些 圣灵不要我讲的话 怎么还有人做那些圣灵 不要他做的事 我说只有一个答案 因为那是圣灵不是邪灵啊 我们的生命是神所创造的 生命 神创造我们 就给我们自主权 这是生命最关键的一个意义啊 如果神创造了一个东西 他想要完全掌控 好像我们掌控电脑跟手机一样 掌控了一个机器人一样 那他的创造就没有意义 这样懂吗 他可以 他可不可以创造一个百分之百 不用做决定 就完全顺服他的 可不可以 可以 但是那个就不叫人类啦 所以他创造了一个生命 然后在那个生命的前面 也是在他心中 放了一株善恶果 善恶树 那个善恶树是什么 那个善恶树就是 人生命的真正的意义 叫做自主权 你要是想错了 想错方向的 神干嘛那么坏心 放了一颗善恶树 让他有犯罪的机会 这就是完全想偏啦 想错方向啦 神放的那一棵善恶树 有没有 那个才是神 创造我们生命 真正的价值所在啊 叫做自主权 明明旁边有几千亿棵树 可以让你用 只放了一棵 你看神好不好心 你有听过神的好心吗 如果神的神经 这样是坏心的啦 要诱惑人犯罪 给人犯罪 他可以整个伊甸园里面 全部都布满三味树嘛 然后只留一万棵 可以吃可以看的 没有呢 你知道那个伊甸园有多大吗 比台湾还大 比台湾还大 你信不信 那么大的一个空间里面啊 也没有汽车 也没有高铁 在那边走 所有的植物 全部都随便你吃 随便你用 只放了一棵 为什么必须放那棵 为什么必须放那棵 因为那一棵 就是生命的意义 就是神给你做 决定的权利 可是人偏偏就这样子 第一个被魔鬼引诱 第二个被软弱给打败 那么多可以的 他偏偏不要 偏偏就选 那一个几亿株当中 几亿分之一 唯一不能的 还违反了神 咒诅就这样 从一人入了世界 这样可以一节吗 好 那我们再看回来 神在我们里面 我们也在神里面 可是即使是这种描述 都不代表 神完全的操控我们 不给我们自主权 所以即便是 我在神里面 神在我里面 我还会说出 让耶稣伤心的话 我还会做出 让耶稣忧虑的事 就让圣灵担忧 就是因为他是圣灵 不是邪灵 这样子我们更要去 清楚分辨明白 更要警醒 所以为什么要常做 警醒祷告 主耶稣在世 一直勉励我们这样子 如果圣灵来 就操纵我们的生命 也不用警醒了 我们就百分之百被操控 失去自我意识了 你希望变成这样子吗 有时候我还蛮希望的 尤其我软弱的时候 我说主耶稣 你全部来掌控我吧 结果我觉得 主耶稣的回应 是我不要 你要为自己负责 因为这就是生命 这就是真正的生命 好 我们继续来看 其实 这里所讲的 主在金灵塔中间 我们看前面 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六节 请看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六节 讲的就是这个 行在金灵塔的这件事 六章十六节 这个金灵塔我好像印错了 你们那讲义上面有写 神常说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 在他们中间往来 我要做他们的神 他们要做我的子民 神就是这样应许的 所以在灵塔中间 既指的是主是教会的头 也是教会的主宰 主的灵在 也包含了教会 是由主所救赎的 由主所保护的 由主所惩治的 这就是在金灵塔中间 走来走去的真正意义 不是只有走 而包含了这些 整个新旧约圣经里面 所描述神与他属神子民之间的关系 就是在中间行走 真正的意涵 当然了 在这个 上人之者在金灵塔中间 也表示说 神会跟他的教会 与子民同在 而且同受苦难 同受苦难 我们请看 以赛亚书六十三章第九节 旧约圣经以赛亚书六十三章 第九节 中文和尔本的八百七十四页 六十三章第九节 他们在一切苦难中 他也同受苦难 并且他面前的使者 拯救他们 他以慈爱和怜悯 救赎他们 在古时的日子 常保抱他们 怀恶他们 所以一开始第九节 说他们在一切苦难中 他也同受苦难 神虽然现在已经升天 在天上宝座上 他可不是在那里饮酒 坐乐 看人家唱歌跳舞 只听我们的祷告派天使来处理事情 如果你这种想象 那就错了 他坐在天上的宝座 有时候如坐针毡 看见他的死民在苦难当中 看见他的百姓满有软弱 他为我们流泪 为我们祷告 为我们叹气 那有时候比他自己受苦难还苦 你们能够体会吗 我们当中当家长的 当长辈的 有没有体会到这种状况 你不管在外面上班工作 回到家中 看见自己所爱的儿女 儿孙 他好许生病了 他好许面临一个 让他很苦恼的事情 你在旁边看的 你甚至他的痛苦又软弱 可是你却没有办法 直接介入 甚至有时候你像神祷告 不如让我代替他来生病来受苦 你们有做过这种祷告吗 有 一定有人有 你们如果体会这种种 如父如母 看见自己所爱的人 在那苦难软弱当中 你又无法直接代替他 恨不得替他来承受去 也没有办法的时候 你就了解 主耶稣在天上有多苦 甚至比到世间 世间的亲自受苦还苦 那种苦 如果你身为长辈的 你就能够体会 所以他升上高天 不要想象成 他在那边享乐 因为圣经就是这样告诉我们的 他还没降下来之前就这样子了 他的子民在一切苦难中 他也同受苦难 这个他是谁 神啊 神是这样的爱我们 也在我们里面 提问的软弱 所以我们看 在想到 你如果去翻创世纪 四十几张约瑟的经历 你会发现一件很吊诡的事 什么叫做吊诡 吊诡就是 看起来是这样却是那样啊 看起来是 对的却是错的 看起来是错的却是对的 叫做吊诡嘛 Paradox嘛 很吊诡的事情是什么 约瑟啊 通常经文描写什么 约瑟在什么样的场合 神与他同在 都是下在尖里 被人家陷害的时候 我们不觉得很奇怪吗 我们想象应该是 当神与我同在的时候 应该是百毒不千金刚护体啊 我用这个了解吗 有时候我们就觉得 我面临这么多苦难 有这么多不顺利 一定是神离我很远 对不对 通常我们的想象是这样子 那如果神与我同在了 我现在应该是 什么事情都是很顺利 什么事情都是很平安 什么事情都是很喜乐 我跟你说你在旁边呢 你看约瑟 他被陷害 被诬陷下在煎熬里 他自己困惑的时候 反而经文是写 神与他同在 有时候他自己 没有这样讲 是旁边的人 旁边的人看他 就知道神与他同在啊 都是在最痛苦最煎熬的时候 我告诉你 这就是神啊 他始终没有离你很远 他在你身边 他关心你 他在乎你 他陪伴你 可是他知道 你里面的成长 必须自己去经历 他不能代替你 能够了解吗 所以他安排你 面对这一些 期待你藉由祷告 藉由他的话语里面 重新找到方向 重新得到力量 他要按守在你的身上 可是他绝对 不会代替你做决定 也不会免掉你 这些该经历 因为你这样不会成长 因为这是你的诸件 你的科学 你自己要做过 你才会强 能够体会吗 所以尤其是 如果你最近遇到不顺利 不平安 觉得信心软弱 你不要忘记 我现在就 奉主耶稣圣明告诉你 主与你同在 尤其你在苦难 痛苦的时候 就是这里所讲的 在金灯台中间行走 不然我在讲 在金灯台 就在教会里面而已 等一下我离开会堂 他就没有跟我同在 这样也是你你和民 不是这种讲法 那么看第二个形象 我们看会启示录 一章十三节 第二个形象 十三节说 灯台中间有一位 好像人子 身穿长衣直垂倒角 这里讲的第二 十个形象的第二项 就是身穿长衣直垂倒角 身穿长衣 这是什么长衣 我们不要把它想成 浴袍或睡衣 这个长衣 其实照新约希腊文 里面的原文 它直接就是指着 一件从脖子 一直到脚的 那么长的一件衣服 那这件衣服 我们光这样想象还不够 于是我们查搞 这个新约希腊文 这个字 在旧约 其实是译本 在其他地方 是怎么翻译的 就知道 哦 这是什么长衣 这是什么长衣呢 其实是译本里面 有一个地方 也用到跟这个字 一模一样的字我们来看 请看出埃及记 二十九章第五节 旧约圣经出埃及记 二十九章第五节 中文和尔本一百零四页第五节 要给亚伦穿上内袍 和以福德的外袍 并以福德又戴上胸牌 束上以福德巧公之的带字 阿们 好 我们看到这里 这一个经节里面 有以福德 还有内袍 还有外袍 所以啊 在这里看到的外袍 外袍 在七十一本 就是我们刚才 启示录十三章 一章十三节所读到 那个长衣 是一模一样的字 一模一样的字 所以那个长衣 就是这里所称的外袍 好 结论就出了 启示录一章的长衣 就是出埃及记二十九章 这里的那一件 以福德外面的外袍 那这个外袍 是谁在穿的 有没有注意到 大祭司 和他的后代 要接任大祭司的 是大祭司 亚伦应该穿的 所以启示录一章十三节的 那一件长衣 就是大祭司的外袍 就是这样子啦 所以在苗约的形象 是什么呢 表达出主耶稣基督的 属灵身份跟职份 所以呼应我们上次 去年跟大家查考的 希伯来书 主耶稣基督 就是永恒常在的大祭司 只不过在 启示录一章十三节 用另外一句话 给他描述出来了 叫做身穿 那个从长到脚的长衣 就是大祭司的外袍 是大祭司专门穿的 好 我们再来讲一个 今天就到这里了 我们看十三节 后半节 说胸间束着金带 你能够想象吗 这好像 我们男生应该不会在这里束带了 应该是姐妹啊 胸间束着还是金带 大家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 我告诉各位 这是君王 只有君王才会这样穿 为什么 这是有根据的 大祭司也会有带子 大祭司的胸腰也会有带子 但是大祭司的胸跟腰的带子 不是用金子做的 我们来看 请看出埃及记三十九章二十九节 出埃及记三十九章二十九节 好 二十九节 又用蓝色紫色珠红色线 并免得细麻 以绣花的手工做腰带 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 阿们 所以在整个旧约 有提到的腰带 把它做出来分析 小弟子是列出其中一节 这个腰带特别有讲哦 这个腰带是什么做的 细麻 幼兑部 幼兑部 细麻 然后三种颜色 织成彩色的 而且还是手工做的 但是束在腰 而这个金子做的束在胸 在古代只有国王会这么做 所以你看 描述到十三节 就发现一件事情 在旧约里面 背高的有三种职份 有没有 先知 祭司 和王 这三个执政是分开的 如果他们谁做了 另外一个职份做的事情 叫做 建月 建月的事情谁做了 扫罗王 他不应该 他宣传 他担在三分一身 你自己宣传 对吧 他不应该 他自己宣传 建月神就讨厌他了 可是到新约来 这三种职份 我们希伯兰有讲过 何而为一 在启示录一章 这里也是一样 他继穿的大祭司的外袍 有没有 十三节前面 又竖着 蜀王的金带子 他是职份合一 他是既是大祭司 又是蜀灵国度的王 就是这样在描述他 用另外一种不同的字眼 不同于新约其他经文的字眼 在讲的 所以我们一起来看 撒迦利亚书六章 十二节到十三节 旧约圣经撒迦利亚书 第六章 十二到十三 对他说 在那个中文的额本 一千一百十五页 一千一百十五页 十二节到十三节 对他说 万君之耶和华如此说 看哪 那名称为大卫苗义的 他要在本处长起来 并要建造耶和华的殿 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 并担负尊荣 坐在位上长完全 又必坐在位上做祭司 使两职之间筹定和平 阿们 各位看懂了吗 你看撒迦利亚书六章十二节十三节 这一句话应验啊 就在启示录一章 应验啊 使录一样 看见了那个印象的时候 就应验啊 他坐在位上 坐在位上同时做两件事 是旧约 不准做的 他既是大祭司 又是做王 使两职之间 筹定和平 就两职之间能够十分的协调完美 只有他配得上 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好 我们今天晚上先见证到这里 明天再继续啦 好 明天再继续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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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